四川牧里火场复燃,调动近900名铺火人员,四川梁山牧里火场复燃,17日午时,350余名铺火队员,已达到火场,正在砍隔离带,铺打明火。 二周边乡镇440名铺火队员紧急赶赴支援。 三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,也已调动95名森林消防官兵赶赴火场。 四三架直升机,已开始空中侦察和吊筒烈火作业。 此前报道,15点30分更新。 记者从四川省武警总队了解到,接到牧里森林火灾复燃报告后, 今天上午,刚刚参加完前期抢险救援任务,正在返回西昌的武警梁山支队91名官兵, 携带灭火铺火装备,和给养保障物资,迅速返回火场方向,担负火场外,控警,转移群众和补物资等任务。 市记者杨妮,14点07分更新。 央视记者从现场发来的消息,目前牧里地面风力,已经可以达到6级左右。 应急管理部南方航空护林总站西昌站一架M26直升机, 两架K32直升机已飞复火场,进行火场侦察及吊筒灭火作业。 K32直升机,一次可以调取2-3吨水,每天可以调6-7次水,M26直升机,每次可以调取10-15吨水。 由于火场的地理因素所限,M26直升机的取水点较远,而K32直升机的取水点,只有1公里左右, 所以接下来K32直升机,将承担更多的救援任务。 今天上午当地民兵和村民约70左右,组织承办专业的救援队,出发前往山上展开灭火工作。 13点07分更新 央视记者从梁山州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,2019年4月7日上午, 接梁山州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, 雅龙江镇丽尔村森林火灾火场受大风影响, 东北面火烧基地内悬崖处,前期,人工风雨,降温降雪覆盖的隐蔽烟点复燃, 燃烧腐烂木桩滚落至崖下,引燃火烧基地内未燃尽的树木,形成树关火, 有飞火吹到火场外都面临地燃烧。 4月7日凌晨5时,火场附近的350名铺火队员已到达火场,正在砍格离带,铺赶明火。 同时,紧急从周边乡镇调集440名铺火队员赶赴火场支援, 在火场得到控制前提下,对火烧基地开展清理。 目前,梁山州政府州长苏嘎尔布,已率工作组赶赴火场,省森林消防总队, 也已调动95名森林消防官兵赶赴火场, 三架直升机已开始空中侦察和调头灭火作业。 央视记者杨咪,央视新闻调查记者7日上午约11点30分, 拍摄于牧里县丽二村灭火直升机现场作业。 现场多名村民告诉记者,7日上午,火场上空有灭火直升机开展作业, 村民于10点30分左右,拍下了直升机作业画面。 央视记者黄黎杨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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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